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是在执行拍卖之前 假设他第一次查封拍卖 是已经拍卖了第一次 没人来印买 那之后他的账户 因为不断的有钱进来了 那我们通常公务员会再回头去查吗 不会 所以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金额很低 一万八而已 要说明一下就是 因为扣薪命令是会一次一次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解是说 我在2020年1月1号发扣押命令的时候 是不是以后这一个户头里面 所有的账户都会被执行 那是不是的 是以当天 宋达当天寄存的金额 就如同我刚才举例 那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实务上 这样可能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这事实上不是合理的 实务上执行会有一个困难是 那我们到底要用多久的频率 一直去发公文 每个礼拜发一次吗 还是每个月发一次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上节目以前我有查过宜兰分属 108年的收案 总共是超过60万件 那如果这60万件 我们不要多一个月发一次就好 那我想整个台湾的金融机构 都会被瘫痪 这是第一点 那因为刚才还没有补充 我从说明完的是所谓 本件有没有超额查封的问题 对 这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 首先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谓的超额查封 是指你查封的标的有负数以上 以本件的案子来说 假设陈先生有两栋房子 结果他只欠18000元 我们把两栋房子都查封了 这叫做超额查封 或者是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如同陈先生所说的 他的那个邮局账户里面有4万块 那我们查封了 又查封这个房子 这个叫做超额查封 这样会不会不符合 现在社会实务的一个概念 生活上的概念 是 那我们回到说 超额查封 其实应该就行政执行法来谈 而不是用你旧的实务来谈 所以你应该今天要上这个节目 你应该谈本案 而不应该谈所有的换例 我觉得真的你应该要谈本案 1.8万你可以查封人家的洞产 我问你如果你是执行官的话 1.8万可以查封洞产 不洞产 我问你 1.8万可以查封不洞产 因为这并没有违法 首先没关系 那个教授先让我报告一下 对 因为现在他的账户的钱 是 那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如果 这会不会有程序上的一些 陈先生觉得 宜兰分署有任何违法执行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讨论 是否违法执行 那因为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 如果说宜兰分署 的确在他有钱的时候 发函扣薪 明明已经扣到了 足额的薪水 还去拍卖他的不动产 那的确有重大的疏失 包含 如果像陈先生说的 所有的拍卖公告 通通没有寄送给他 这个也有违法的重大疏失 我们当然赞成 对所谓的执行人员究责 但是如果没有 首先我必须先各位说明一下 所有的执行人员所依据的 就如同刚才陈教授说的 是行政执行法 准用强制执行法 我们只能依法行政 那至于说所谓的 要如何去爱与关怀 或者是陈教授认为 违反了哪个法条 那应该是要把他 我们把法条 检视出来来讨论 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说 包含这一件 是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不是有所谓的违法 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检视嘛 是不是违法 第一个 执行民意的取得有没有违法 本件的执行民意是交通罚单 我觉得你这样谈 你是在跟我们上课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 我们先说明给那个观众朋友 你在准备好 不应该来上课 有没有违法 那执行民意就是所谓的罚单嘛 根据执行官说 这个案子就是执行民意罚单 有钱收的嘛 有记的嘛 那第二个 送达程序有没有违法 这个案子可能有一些问题 所谓的送达程序有没有违法 第一个想要先跟大家说明的是 他的争议点是 义务人致死不知情 首先我要先跟陈教授报道一下 争议 不管是民事诉讼法 行事诉讼法的送达 只要往户籍地送达 如果有同居的人签收 纵使没有人签收 既存送达就发生送达效力 但是他有讲要 并不知道哪一个法条有规定说 一定要由当事人签收 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刚才就有讨论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举一个我现身 实际生活的案例 我的一个亲朋好友 他的一个女儿还在读研究所大学 那他当然是 那他因为可能是父母都没有住在一起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健保费呢 没有缴到 没有缴到两三期左右 只有几千块而已 那结果这个小孩子 因为名下呢 父母之前已经透过赠余 有给他买股票 那这个小孩子的财产就被查封 那这个孩子完全是不知情 那他的父母也不知情 因为都没有住在户籍地 那这孩子当然是住在学校的宿舍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有在跟林律师请教问题 像这样的一个送达程序 有没有送达 职情署有通知有送达 谁收大楼管理员 好没有人知道 所以那这个家属完全不知道 本人当事人不知道 他的财产被查封 所以这也是一个现况的问题 这就是 所以我刚才跟林律师在请教 像这种问题 是点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争议呢 这就是当事人会很气愤 既存送达 刘志送达 放在警察局 警察局会通知他去领嘛 这个程序他也没做啊 所以还有林理长要通知林律 本案的话可能恐怕是 连这一块都有些争议 那些都没有啊 对 你警察局可以叫他到警察局来领 那林律师您在实务上面 您是说大家现在 公务员大部分都是用户籍来寄 你登记的这个户籍地是哪里 就直接送达 但是送达问题是 有没有人签收 首先说明一下 这不是说那个是大家都这么做 因为首先我们去想象一个状况 如果我今天不往你的户籍地送达 请问要公交单位往哪里送达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这个是一个 我们当然知道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说的 会有一些状况 产生一些看起来相对不公平的状态 可是就如同我们说民主制度 它不是最好的制度 但是是我们目前可以接受的制度 如果说大家认为送达这样子 大家可以检讨 比如说刚才在跟主持人讨论说 是不是说我们在护证的登记的时候 加注一个行动电话 让我们可以找到他 可以让当事人知道 因为也可以让这个执行的公务员 他可以打个电话给当事人 对但是这个第一个要语法有据 第二个也不是说要强制你留你的所谓的行动电话 这反而会涉及到个资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本件就是说 公务上应该不会有个资啦 自行提供当然不会有问题 可是我的意思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立法提供 或者是强制提供 当然这都可以讨论 我还是强调说我不认为说 现在的送达制度就是最好的 可是毕竟我们总是要找一个来试用每一个案件 所以本件虽然义务人他说都没有实际收到 请注意我要强调的是他没有实际收到 但是依法律的规定不论你有没有实际收到 他就是发生送达的效力 包含民事诉讼刑事诉讼 民事执行都是如此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那回到刚才说的就是 那是第二点送达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查封的部分 好我很快速的讲过 因为这个要回应一下刚才说查封程序 是不是要义务人在场 首先说明一下 因为要去查封以前一定会发公文 一定会发公文通知义务人 我们什么时候要去现场查封 好那又回到我们这一个案件的一直的轮回 就是义务人说他没有收到 那这个我还是强调我的手上没有卷证资料 但是依照我们办理执行案件的经验 一定会去通知 一定会去通知 我想请教你问题 那你这案子你要怎么解决 如果以你当律师你怎么解决 好那没关系 那个先让我说完 因为你不要再讲法律 讲法律 不是那个教授 我们今天就是要讲法律 我们就是在行动法庭 我们就是在讲法律 你在讲上课 这样整个东西 好我很快速的 这个我在当教授 我不希望你再教了 我们这我们都行过 我们快速的带过去 对啊你不是快速 你再慢慢走 查通程序发布发生效力 那如果说他有任何的瑕疵 其实陈教授已经越过卷 如果有这么多重大的瑕疵 例如没有通知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们再快一点就是 拍卖程序要公告 要通知债务人说 某年某月某日 你的财产要被拍卖 按照你的讲法一切合法 是的 我认为本件执行程序是合法的 那你没业界 你怎么知道合法呢 合法 合不合理 合不合情 我们可以讨论 好谢谢